在過去有一個名詞叫天然獨 其實我覺得更精確的說話應該叫天然派 讓我們覺得說在選舉期間 操縱捧獨、聘請選交 不只一種手段而已 今天是蔡英文總統第二個任期的第一天 我們還是要表達恭喜 也希望說台灣在未來的時間可以更好 那作為在野黨 還是要盡到監督自政黨的責任 我們也希望透過我們的建議、監督等等 來深化台灣的民主政治 那也希望說對國家有實質的進步 自過去四年蔡英文總統的執政 像司法改革普遍就大家覺得成效不上 不管說民眾黨自己做的民調 或者是各大媒體所做的民調 司法改革的成果民眾普遍是不滿意 其他像這個年輕人低薪、高房租、高房價、少子化 這些所謂台灣面臨重大社會問題 蔡總統在第二個任期還是要有責任要說清楚、講明白 不過很高興蔡總統在今天的就職演說中 也呼應了民眾黨成立修建委員會 降低公民參政的年齡到18歲 來保障青年參政的權利 這是我們覺得道歉的 那在兩岸問題上 事實上民主自由還是台灣的核心價值 在過去有一個名詞叫天然獨 其實我覺得更精確的說話應該叫天然台灣 因為生活在這一片島上的人 你知道他就是台灣人 那台灣民眾黨 他這個黨名就很有意思 以台灣為名、以民眾為本 事實上也是在呼應這個價值 本黨在未來還是會用共同社會國家治理 這兩個主張繼續來推動台灣在經濟國防的進步 最近民進黨在處理兩岸僵局的方式 不管是這個護照證明、發行改名或者是 撤為國家統一的這個致言 可以看得出政策反覆不定 也讓我們覺得說在選舉期間 操縱捧獨、騙起選票 不只一種手段而已 那現在民進黨 完全執政那就需要完全護折